先请女方氏 她果然来了 她青丝飘舞 阴昧烈烈 飘渺不带烟火气 称得上风姿爵士 空名出尘 对于别人来说 这是玉仙了 会倍感激动与荣幸 但王轩却是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有些惊悚 自从在密地中发现 郑瑞手腕上的珠串中 藏着女方氏的一缕精神体后 王轩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现在王炸真的出现了 地仙城中的祭坛如此宏大 能承接大幕 十分特殊 天知道现实残留的精神体 与成仙的的女方式碰面 会发生什么 这是时隔三千年后的重逢 真有仙人啊 一位活生生的女仙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如洛神灵波 四广寒月照 我见到了神话中的天仙 忠诚低语 无比震撼 她何曾见过这种场面 对于现世人来说 当神话接近真实的世界 那种冲击感太强烈了 钟情掐了她一把 让她闭嘴 不要乱说话 毕竟 这可是从古代真正活下来的女仙 万一得罪 那就麻烦了 同时 她无比羡慕 仙人青春常驻 容颜永灿 对一个爱美的年轻女子来说 诱惑太大了 前辈 我觉得这件奇物也不错 王轩的手指 划向大幕前的另一个物件 她有些发出 真心不想在现阶段 与猎仙中的爵士强者会面 巧了 那也是她留下的奇物 白孔雀说道 王轩身体危僵 她意识到 她无论选什么 白孔雀估计都会说是 女方是留下的 早已将她安排得明明白白 女方是凌空落下 缭绕淡淡淡白雾 果然如传说中的仙子下凡般 哪怕落入红尘烟火中 依旧绝世而独立 见过仙子 王轩很严肃 没敢乱说话 毕竟 这是与话登仙三千年的人物 谁知道她在大幕后的世界中 经历了漫长岁月后 会有什么脾气与秉性 果然 她与现世残留的精神体不一样 她落下后 寂静不动 虽然肤若宁知 整个人静美而出世 但是也有种无形的威严 她气场极大 即便隔着大幕 也能让人感受到 那种冷冽气韵 真正的不识人间烟火 让人仿佛 在面对冰天雪地 对于王轩的问候 她只是略微点头 果然成仙后 她不同了 历经三千年征战 与猎仙中的各路 顶尖人物对决 真正屹立在金字塔顶端 她一举一动 都有莫名威势 让人敬畏 总的来说 她少言寡语 宛若覆盖着冰雪 有种女王范 与红尘的距离 似乎极为遥远 高不可攀 王轩不禁想到 女方是现世的精神刚复苏时 进入她的梦中 她为了反抗 还曾摸过 她那吹弹可破的 银白的脸颊 这要是让成仙的她知道 估计要炸 这么大气场的人 久居上位 估计脾气很大 不过她也没有什么恐惧 总的来说 不是她有求女方式 时间在她这一边 三年后 如果大幕真的要熄灭 列仙注定消亡 能够逃回现世的顶尖真仙 失去超凡手段 还能怎样 只是 当想到眼前这个女子 最终由天仙化成凡人 王轩还真是有些出神 不知道她未来会有怎样的抉择 出乎她的预料 大幕中的女方式 并没有与她说话 而是看向另一侧 她残留在 现世的精神体出现了 无声地飘了过来 两个人风姿出众 称得上容貌倾城 但是 她们的气质不一样 现世的她稍微柔和 带着温婉的笑容 大幕中的女子 则冷若冰霜 一副巨人千里之外的样子 这倒也可以理解 三千年征战大幕后的世界 见惯了诸族强者 手上染着烈仙的血 为一方巨头 自与凡间的自己不太一样了 两个容貌一模一样的角色丽人 她们的手指隔着大幕底在一起 一刹那 天地仿佛崩开了 大幕轰鸣 她们的纸端前 光幕竟被撕出裂痕 这无比的惊人 一刹那 大幕中成仙的女方式 疏地望来 目光灿惨 像是两道神红划过虚空 落在王轩的身上 王轩知道 两个女方式的精神交融 彼此了解了 分开这么多年后的际遇 大幕中的天仙 知道她的状况了 三年后 接引我 杜 烈仙节 我有后报 大幕中传来精神波动 这绝对违反了旧约 直接在与王轩对话 她居然敢这么做 以前 只有一个红衣女妖仙 可在大幕后方传来清晰的话语 现在女方式更进一步违背旧约 大幕深处 划过一道数百里长的闪电 向着成仙的女方式劈去 雷霆粗大 恐怖无边 她不以为意 没有转过身去 背对着大幕深处的巨大雷电 一甩衣袖 砰的一声 将那漫天的雷光击散 不要说大幕中的世界 就是密地都在轻颤 浩瀚天雷 挡不住她羽衣一展 直接打灭 接着 密密麻麻 漫天都是闪电 到处都是雷霆 全都向着成仙的女方式倾泻下来 一起轰杀她 大幕后的世界中 宛若化成了雷霆的汪洋 山河哀鸣 悬空的岛屿坠落 所有神情圣兽都惶恐逃亡 她沐浴电光 依旧冷如寒冬的中的雪帘 周身发出柔和的光 撑开一片光韵 挡住所有雷结 她看着王轩 而且再次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语 意志与信念强大 穿透大幕 其他人听不到 唯有王轩聆听到了 如同雷鸣 又似山崩海啸般的巨大回音 在长空中激荡 红衣女要先盯上了我 要对我狩猎 王轩快速开口 她不是很情愿 所谓的接引女方式 祝她度过猎仙节 天知道要付出什么 大概率要走她的内景地 哦 她今天也来了 我挡她回去 看来 她对现实的掌控 依旧很有力度 知道 你来到了这里 女方是平静地告知 王轩头皮发炸 红衣女要先 也在这块大幕后方 怎会这样巧 她一下子想到了很多 密地中 都有她们昔日留下的痕迹 白孔雀与女方式关系不一般 料想 这里也有大妖 与女要先关系匪浅 是谁 该不会是老胡吧 这时 成仙的女方式手指 迸发出愈发刺目的光芒 让大幕碎裂 密密麻麻的缝隙 交织成珠网 地仙城中 所有人都心头悸动 所有怪物都在战里 看着她沐浴天雷 窥然不动 全都震撼无比 有莫名的生命能量透过大幕 不断湮灭 但最后也有一部分 融入这边的精神体中 那原本虚淡 模糊不清的精神体 现在居然要实体化 宛若要诞生出血肉 果然 女方是在提前准备 度过来一部分生命 但是损失极大 她快速收手了 转身远去 她不惜损耗本源 没有等到三年后 也要提前度过来部分生命印记 这是做了最坏的打算 她怕三年后失败 将失去所有 现在 她承受巨大代价 提前进入 现世部分生命印记 确保了她 终究是可以活着 王轩动容 她明显感觉到 现世女方式的精神体凝炼了 这次如果回归到 旧土的肉身 她多半直接就要活过来了 这是一个将肉身 留在现世的绝世烈仙 她当年应该就预感到了什么 王轩明白 她比大幕后的烈仙准备的 都要充分很多 三年后 即便神话腐朽 女方式自天空中坠落 失去超凡力量 大概率也会比其他沦为凡人的 真仙处境好不少 毕竟 她现在对财阀正佳 渗透得非常厉害 她会在这三年中为将来铺路 成仙的女方式远去 笼罩的雷霆数次爆发后 彻底消失了 在那片仙界大地的尽头 似乎走来一个红衣身影 被女方式拦住了 哼 更为恐怖的光芒绽放 竟比天节还可怕 两道身影在交手 比闪电还要快 掠过大地 冲向高空 但随后 她们又疏地收手 似在对话 站在天际尽头 朦朦胧胧胧 最后一起向着大幕外望来 王轩含毛倒数 她感觉到那两人的目光落在了她的身上 吃 伴着撕裂仙界大地与天穷的光束 那两道身影消失了 不知道是厮杀而去 还是连妹离开了 王轩目然 她希望那两人交手不错 去远方战斗了 而不是彼此谈妥 如果是后者 她心中实在没底 不管了 未来在我这边 你们即便能活下来 也注定从猎仙的世界坠落 天仙退化为凡人 熬过最初的艰难 人间的归王轩 她在心中为自己打气 鼓舞自身 坚定信念 你最初选的奇物不错 是当年我留下的药土 一旦将来你踏足命土 采药领域 会有大用 女方是留在现世的精神体开口 看着大幕中 一块紫盈盈的玉石 对王轩点了点头 药土不是真正的土 更确切地说是某种药性 女方是留下的药土中 有天药的部分药性 王轩不是第一次 接触这种东西 当初从白虎真仙那里 就匡骗来一块药土 原本源自红衣女妖仙 如今收在伏地碎片中 现在 她又选中了女方是留下的药土 积攒两块了 都属于绝世猎仙所留 真等她踏足命土 采药领域后必然有大用 旁边 老陈一听 果断放弃了自己早先看中的奇物 凑过来后 无比谦虚 道 请仙子指点迷津 我也想兑换一块药土 药土 这里确实有几块 但是有天药药性的 咦 还真有一块 这应该是佛门大显所留 现世的女方是 脾气不差 很好说话 比成仙那个冷若冰霜的女方是 要温和太多了 远处 忠诚 周云 忠情她们不是超凡者 女方是梅后特意显化的情况的下 她们看不到她的精神体 刚才那是一位天仙子 三年后 这种层次的真仙 真的要坠落人间吗 我觉得 我要发奋图强了 凡人取猎仙 这或许不是梦 周云在那里握紧拳头 满脸都是激动之色 眼中是灿烂的光彩 是啊 未来很精彩 一切都有可能 忠诚也在用力点头 你闭嘴 现在大幕还在呢 忠情斥责她 她在思索 接下来的三年 烈仙为了活命 多半会很疯狂 大幕熄灭前 烈仙肯定要想办法逃生 这意味着什么 未来三年中 或许会出现战舰打烈仙 这种可怕的事情 在现实中上演 忠情想到了很多 巨变不是在三年后 而是随时会开启 仙子 咱们也是算是熟人了 我有事请教 红衣女要先注定要进现实中 而且就在近期 怎么才能对付她 王轩开口询问 眼下 她能与女方是留在现实的精神体交流 自然不会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这柄看着要腐烂的木刀不错 能杀地先 女方是在为老陈介绍一件一宝 什么 老陈心惊肉跳 哦 你们兑换不了 这需要逍遥游境界初期的人才能催动 女方是摇头 接着 她看向王轩 道 你急什么 时间在你这边 不急不行 现阶段我怕她对我下手 而我没有还手之力 王轩沉声道 然后她认真请教 道 你妖仙在哪里镀结灯仙的 或者说 她的洞府在哪里 应该自虚空中坠落到现实了吧 她想找到红衣女妖仙遗留的仙谷 或者 如果她逆天 也留下了肉身 那么就更要提前去下手了